週六信義商圈人潮滿滿 攤位出現排隊人籠 每個人籃子不少戰利品 有一場了然後就想來看看 希望是看到本人 然後主要是剛好今天 又看到李貝本人 所以就是想要來逛逛 超興奮原來網紅蔡阿嘎 日前開跑環島企劃 16號最終站在台北舉辦音樂會 粉絲夜排為了早上9點 拿到號碼牌 老婆李貝的品牌是吉野賣起環島的限定商品 這個晚上要給她的 音樂會要給她的 提前祝她生日快了 很久了 就是想說最後一天一定要來這樣 一個月前就有計畫了 已經有打算就是一定會 半夜都不睡覺 排隊搶購週邊 也期待能跟蔡阿嘎李貝大頭佛見面 不累了 沒有很開心啦 很開心啦 對啊一連七天 一連七天嘛 然後這樣走了整個全台灣 然後七個縣市 然後跟很多朋友見面 所以很開心 最難忘應該是有好幾位 是真的跟我們走這七天 然後而且每一天都非常早 真的是很開心 但今天也很累 不要吵 我只是掃瞎而已 一天大家都不睡不到三小時 蔡阿嘎環島挑戰 從10號開始 走過新竹 台中嘉義 台南高雄 花蓮 台北等七個縣市 當天就上片 睽違兩年 到場支持的人更多 哪一站如果他沒來 那冷氣就會下家 我可以早點退休 她的夢想就是早點退休 在家裡當家裡主持 我家裡顧小孩 做家事很好 立北加油 立北煮的美食 我們心目中的美食好不好 立北煮跟嘎嘎煮 來 我們上道具 環島有大胃網等活動 音樂會連幕後的工作人員 都上台表演 團隊一邊環島一邊練舞 回饋給一路支持的粉絲們 TVBS新聞綜合報導 想擴大國際視野掌握趨勢 請訂閱 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 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記得要開啟小鈴鐺喔